perfectly correct 路還沒有通啦 通到哪illa站我也不知道 反正還沒通啦 等一下 從這裡上去 來這邊 今天水好大喔 以為想像中的大 而且今天天陰陰的 感覺還不錯 我們有機會看看 今天要把那個堤防全部都記錄一遍 下去下面看看好了 看看那個路到哪邊 這邊都可以躲雨 也可以那個遮陰的 我先把東西放這裡 去前面看看吧 那走到最後面來就是 接我上次那個說過不來那裡 看樣子是 因為早上剛好反光 看樣子這一條應該是可以過 不過好像前後都有深度 就中間 不大清楚啦 還是建議不要從那邊過來 不過我後面也沒辦法過 後面這邊 坐到這邊就沒路了 上去看看吧 坐到這裡就沒路了 所以這邊也不會有路通進來 整條不用路是這樣 可能是等他後面這個 這個土地徵收之後 才會有路可以進來吧 目前都沒有路可以進來 上面那段我上次已經介紹過 今天就不上去了 整段的點都很漂亮 下面那段也很漂亮 問題是說我今天是要釣西哥 而且還要拍水底的話 我要找一個比較平緩的地方 大概就這一段比較平緩 可是這是最淺的 所以我想辦法 放幼兒 把西哥引來最淺的這裡 然後在這邊釣就好了 不然的話水流太急的話 因為我的效果不好 而且我拍的話拍不到魚 魚會被水流拉成很長的一條 不會集中在一起 先下去買幼兒好了 這個有階梯給一個 現在要決定把這邊 做成上次我那個 影片介紹那種急於環境 一個擋水流的 因為今天水流還蠻強的 我把水流擋起來 這樣子 然後又放在這裡 然後釣這一段前賴 把魚吸引過來在這一條 這樣子 阿不然的話 因為要拍啦 如果不要拍的話 釣那裡 最好釣了 上面有一個人在釣耶 那邊 可能還有兩個 我就聽到他講話 人找到這邊來 應該都有看我的影片 這樣圍起來之後啊 然後我把幼兒埋在這一堆裡面 那魚就會被集中在這裡 然後我就丟到這裡 釣符不要釣這一段 好啦去準備幼兒吧 幼兒就不用多做揭曉了 反正我每次配方都不一樣 今天是需要比較硬一點的 我希望持效比較久 所以我今天橋很硬的 對 我又準備好大顆 這一顆大概可以 撐兩個小時吧 就把它 埋在那裡 剛剛埋好了 在那裡 魚抓我的經驗大概是 二十分鐘以後 魚才會開始 越來越多 前面 一二十分鐘都是慢慢那個 慢慢集中的 所以現在還不急 先吃東西去 先吃東西去吧 反正不急啊 今天買到W油條了 等下上面看看 那兩個人 兩個人釣了怎樣 大天釣魚水一定要帶夠 這邊有兩個人在釣 一個 兩個 一個 一個 就是叫 浮標系哥的 一個釣 一個 在飛營的 釣組是 隨便找了一個浮標 因為我沒有釣西哥很久 然後 八字 咬牽八字環 然後0.4的縣 秋天2.5號 現在還不夠 還要再加一點重量 大概這樣就好了 就是要沉要浮之間就對了 把它那個反作用力降到最小 今天使用紅耳 這個集合器幾百年沒用 這樣子它壓力擠出來之後 鉤子掛上去 這樣 哎呦我今天好像又調太稀了 我大概都這樣 大概放了二十幾分鐘了 應該有了 看得出來這邊有黑黑的嗎 已經有記憶群魚了 黑黑的 可以開始出發了 剛剛釣了一下又把那個 遮蔽物往前移了 覺得這樣子 眾生比較長 魚比較有時間吃了 不過引來的都這麼小隻啊 因為這邊水太淺了 因為這邊水太淺了 西哥啊要一直勾耳麻煩死了 用胸背帶來拍好了 笑朋友 因為我這在淺灘啊 所以吸引的都會比較小隻 看我那一 那邊那一條還是黑的 魚好多 可是 可能幼兒 還有的吃齁 吃耳的意願沒有很強 大概 這樣 而且 網子好像破掉了 因為這個 這個網子以前 裝酒般的 小小的洞都沒注意 那這西哥這邊的比較小 好啦 去買飲料喝吧 便利商店買涼的 現在大概11點吧 是買了 飲料 買兩顆茶葉蛋 你看 還太燙了 下午要留比較強的地方 掉那個西哥應該會比較大隻 不然這樣的小隻喔 掉到都很煩 是 在下午要倒還是 在下午要倒還是 要在下午要倒是 有的 然後 去看 在下午要倒是 哪一顆 有的 哇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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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怎麼那麼小隻啊,靠腰 這大隻的石斑就掛了 這邊的魚不能吃,所以帶回去餵大脈蟲 其他的放一放吧 好啦,來燈